Odia Jungle 两股战役 京南战役 淮海战役 对阵的国民党军名将也不计其数 杜玉明 王耀武 张领埔 黄百涛 黄伟 李天霞 邱清全 在这些国民党名将中 素语最欣赏或是说最忌惮谁呢 就是黄百涛 相比杜玉明 王耀武这些蒋介石的黄埔嫡系 黄百涛的算是杂牌军了 张宗昌大家都很熟悉吧 黄百涛以前就是张宗昌的部下 后来又投降了蒋介石 大家都知道 蒋介石这个人疑心非常重 如果不是他的嫡系 你就是再有本事 也得不到重用 因此 黄百涛在抗战中一直担任参谋长 没有实权 直到1943年10月5日 才被调任第二十五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 全国军队整编 黄百涛又成了二十五师师长 说起来 黄百涛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 比如在素语的苏中七战七截中 成绩最小的就是邵博一战 而邵博一战的对手 就是黄百涛 以至于国民党军还流传开了一句话 黄石长是素语的冤家对头 是共军的战场特性 在孟良故战役时 大众偶像张灵甫原本归李天侠指挥 但张灵甫不愿意 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 要求自己归黄伯涛指挥 虽然有张灵甫跟李天侠不合的成分在里面 但能得到肖降张灵甫的信任 足见黄百涛的实力 但是 素语的维编打员战术非常成功 黄百涛虽然勇猛 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 据说 张灵甫在临终前 痛骂有军见死不救 但至少黄百涛是批了命的 甚至马上就要突破华野一纵的防线了 要知道 华野一纵的司令 是上将叶飞 向来已跑的 打得住称 能突破一纵的防线 实属不易 不过 就在一纵马上要失利的时候 四纵及时赶到 重新将防线补牢了 孟良故战役结束后 刚过了一个月 国民党军又发动了南麻 临续战役 黄百涛的二十五师仍然是主力 在这次战役中 华野七纵司令成军 被二十五师打伤 这也是华野唯一一位受伤的纵队司令 当然 二十五师也付出了伤亡上万人的代价 因此 素玉在总结报告中 才说了这样一句话 在比我相等的兵力下 还堵不住他 这在素玉的对手中 是唯一的一个 一年后 一九四八年六月 玉东战役爆发 玉东战役算得上是黄百涛的巅峰时刻 以兵团司令的身份亲自上阵冲锋 最终取得了难得的胜利 战后 蒋进时亲自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 华野六宗副司令提定军总结说 此次战役 我们杀伤敌军也很大 要谈起来 我们就是杀伤敌军一个整师 但是我们三弟兄 华野一 四 六宗都残废了 然而 国民党军的派系斗争实在太厉害了 黄百涛虽然战功赫赫 但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经常被那些嫡系们排挤 并最终送了性命 淮海战役中 黄百涛率第七兵团苦手半个月 却一直等不到援军根本就不会来 最后无奈的说 我被围 希望别的兵团来就是不可能的 古人说 胜则举杯相庆 败则出死力相救 我们是办不到的 并感慨的说 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 人家对上级只是风行彻底 我们则扬奉因为 1948年11月22日 黄百涛在总统府出入政 背后写下黄百涛尽忠报国 然后自杀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说黄百涛是在逃亡的时候被打死的 1949年1月17日 黄百涛的遗体被迁葬南京 蒋进时追守他北陆军上将 黄百涛临终前的话 可以说道出了国民党军溃败的根源 就是拍戏太多 互相牵制 根本做不到另行禁止 这样的军队 是必定要失败的 说起来 黄百涛这个人 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 属于典型的军人 不懂得或是说不屑于溜须拍马 也不习惯官场上的灯红酒绿 抗战后期 在美国将领的影响下 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也开始热衷于参加舞会 对此 黄百涛却很看不惯 说 我们和美军不同 我们的忧患未处 不是憨歌慢舞的时候 我不相信跳一页的舞 第二天 凡是精神不受影响 即使别人说我头脑 顽固 我总改不了这样的想法 可惜 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人 一位被肃于忌惮的名将 却倒在了派系斗争的黑幕下 让人不由的一生长叹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com